第1章 总则 第1条 本系则依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 以下简称本法第108条规定定值 第2章 职业灾害保险 第1节通则 第1章 总则 第2条 本法有关保险期间之计算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 依行政程序法之规定 行政程序法未规定者 依民法之规定 本法被保险人及其眷属或已属之姓名 年龄及亲属关系 以户籍登记未依据 本法有关保险费 质纳金 必息 月薪资总额 或保险给付金额之计算 以新台币原位单位 较以下四捨五入 第三条 依本法第四条规定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 以下简称 本保险之基金 投资运用管理业务 由劳动基金 监理会负责监理 其监理事项如下 一 本保险基金 一 本保险基金年度运用计划之审议 二 本保险基金 运用部分年度预算及决算之审议 三 本保险基金 运用整体绩效之审议 四 本保险基金 运用业务查核之审议 五 其他关于本保险基金 运用之监理事项 第二 结 保险人 投保单位 被保险人及保险效力 第一 款 保险人 第四条 保险人及劳动部 劳动基金运用局 应依其业务执掌 按月分别依下列式项制作书表 报请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一 投保单位 投保人数及投保薪资统计 二 保险给付统计 三 保险收支会计报表 四 保险基金运用概况 保险人应每年编制前 向事项总报告 并于一年三月底前 报请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第五条 保险人或中央主管机关 依本法第32条规定 派原调查有关本保险事项时 应出示其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 保险人未审核保险给付 津贴及补助 被事业务需要为请医事服务机构 相关科别之医师或专业机构 团体专家协助之 第二 款 投保单位被保险人及保险效力 第六条 本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一款 所定领有职业证照 依法已办理登记 设有税级或经中央主管机关 依法合法聘雇许可知雇主如下 一 经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及格 且依法取得职业资格或开业执照 为执行业务雇用劳工者 二 依法成立执法人 三 依法已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办理商业 工厂 矿厂 盐厂 农厂 畜牧厂 林厂 茶厂 渔业 公用事业 交通事业 新闻事业 文化事业 公益事业 合作事业登记 或其他已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办理登记之场场或事业单位 四 依法立案 核准或报备之人民团体 短期补习班 训练机构 宗教团体 或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 五 依法许可或核准营业之摊贩 或公有市场摊商 六 外国公司在中华民国境内 设立之分公司或办事处 七 中央或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之 理参选人 候选人及当选人 未选务或公职人原职务故用劳工者 八 一长期照顾服务法相关规定 成立之项弄长照站 或设置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之办公处 九 一加执行及非加执行 营业税法规定 办理税级登记或经税捐积级纸机官编 配扣缴单位税级编号者 十 经中央主管机关一 就业服务法规 合法聘雇外国人 从事家庭看护工作 或家庭帮佣工作 聘雇许可知雇主 第七条 本法第七条所称无一定雇主之劳工 只经常于三个月内受雇于非属本法第六条 第一项各款规定之二个以上不同之雇主 其工作机会 工作时间 工作量 工作场所 或工作报酬不固定者 本法第七条所称自营作业者 只独立从事劳动或记忆工作 获至报酬且为雇佣有仇人原帮同工作者 第八条 本法第十一条所称外国际人员 只下列情形之一 一 依旧业服务法或其他法规 经中央主管机关或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核准从事工作者 二 依法规准与从事工作者 投保单位为前向第一款职劳工 家保时应检附向官机关 核准从事工作之证明文件影本 第九条 本系则关于国民身份证之规定 于外国籍被保险人 得以在我国拘留证明文件 或外国护照替代之 第十条 申请投保之单位 办理投保手续时 应填据投保申请书 及家保申报表 各一份送交保险人 前向家保身报表 应依户籍资料 或相关资料 详未记载 本法实行前 已参加劳工保险 就业保险 或提交劳工退休金者 得免依第一项规定 填据投保申请书 其投保单位编号 由保险人进行编列 前向投保单位之所属劳工 符合本法第六条至第九条 锁定家保资格 且在本法实行前一日 以参加劳工保险 职业灾害保险 就业保险 或提交劳工退休金 并于本法实行之日 仍在职家保生效中者 投保单位 得免填据第一项家保申报表 由保险人进行家保 第十一条 符合本法第六条至第九条 规定之劳工 其所属投保单位 办理投保手续时 除政府机关 够公立学校 及使用政府机关 够提供之线上申请系统者外 应检副负责人 国民身份正正背面 营本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核发之下列相关证明文件营本 一 工厂 工厂有关登记证明文件 二 矿厂 矿厂登记证 采矿 探矿执照 或有关认定证明文件 三 连厂 农厂 畜牧场 林厂 茶厂 登记证书或有关认定证明文件 四 交通事业运输业许可证 或有关认定证明文件 五 公用事业 事业执照 或有关认定证明文件 六 公司 型号 公司登记证明文件 或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七 私立学校 新闻事业 文化事业 公益事业 合作事业 渔业 职业训练机构 及各业人民团体 立案或登记证明书 八 中央或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之 拟参选人及候选人 监察院政治现金开户许可函 选举委员会受理登记 为后选人之公文 或相当证明文件 九 中央或地方公职人员 选举之当选人 当选证书 十 本法第九条 第一项第一款锁定雇主 雇用契约书或证明文件 十一 其他各业 职业证照 资格证书 聘雇须可函 或有关登记 核定或被查证明文件 投保单位依规定 无法取得前项各款证明文件者 应检赋税券基增机关 核发之扣缴单位设立 变更登记申请书 或使用统一发表购票证 办理投保手续 第十二条 符合本法第六条至第八条规定之劳工 其所属投保单位 依本法第十二条规定 办理投保或退保手续时 应分别填据加保申报表或退保申报表办理 被保险人在有同一隶属关系之 投保单位调动时 应有转出单位 填据转保申报表转出连 净送转入单位 有转入单位 填据该表转入连 一并送交保险人 前二项规定 于本法第九条第一项之被保险人准用之 第十三条 被保险人未离职 有下列情形之一 且无法继续提供劳务者 投保单位得办理退保 一应征照付兵役 二留职停薪 三一案停职或被羁押 未经法院探决确定前 第十四条 符合本法第六条规定之劳工 其保险效力之开始 自到职之当日临时起算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个该规定办理 一本法实行后 与其雇主符合本法第六条 第一项第一款规定前 到职者自雇主 领有职业证照 依法已办理登记 或设有税级之当日临时起算 二本法实行后 一本法第六条 第三项第三款公告之人员 于公告指定之日前倒职 或提供劳务者 自该公告指定日期 之当日临时起算 三本法实行前倒职 且于实行前一日 已参加劳工保险职业灾害保险 或就业保险之被保险人 自本法实行之当日临时起算 四本法实行前倒职 未增加劳工保险职业灾害保险者 自本法实行之当日临时起算 但一本法第六条 第三项第三款公告之人员 于本法实行前倒职 或提供劳务者 自该公告指定日期之当日 临时起算 前项劳工 其保险效率制 离职当日24时停止 第十五条 符合本法第七条 或第八条规定之劳工 其保险效率之开始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投保单位于其所属劳工入会 到训之当日列表 通知保险人者 自投保单位将加保身报表 送交保险人 或邮寄之当日临时起算 二 投保单位非于其所属劳工入会 到训之当日列表 通知保险人者 自投保单位将加保身报表 送交保险人 或邮寄之一日临时起算 三 本法实行前入会 到训 且于实行前一日 已参加劳工保险职业灾害 保险之被保险人 自本法实行之当日临时起算 前项劳工 其保险效率制停止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投保单位于其所属劳工退会 皆 退训之当日列表 通知保险人者 于投保单位将退保身报表 送交保险人 或邮寄之当日24时停止 二 投保单位 非于其所属劳工退会 皆 退训之当日列表 通知保险人者 于退会 皆 退训当日24时停止 三 劳工未退会 皆 退训 投保单位办理退保者 于投保单位将退保身报表 送交保险人 或邮寄之当日24时停止 第十六条 劳工于下列时间到职 到训 其所属 投保单位致迟于此以上班日将 家保身报表 及到职 到训之证明文件送交 或邮寄保险人者 是为一本法第十二条规定 办理投保手续 一 保险人 依规定放假之 二 到职 到训当日 十七时后 至二十四时前 三 所属投保单位 所在地方政府 依规定发布停止上班日 前条 及前项邮寄之当日 以原济邮局邮出未准 第十七条 本法第九条 第一项之被保险人 及保险效力之开始 及停止 准用前二条规定 第十八条 投保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保险人 应以书面通知不证 投保单位 应于接到通知之一日 起十日内不证 一 办理投保手续 为填据投保申请书 或投保申请书 漏盖投保单位印章 负责人印章 二 所送之家保 转保身报表 或投保薪资调整表 除姓名及国民身份 正统一编号 均未填折不予受礼拜 漏盖投保单位印章 及负责人印章 或被保险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国民身份正统一编号 投保薪资书 三 申报本法第十一条之外 国际员工家保 未检附核准从事工作之证明 文件影本 前项补证之提出日期 以送交保险人之日未准 邮记者 以原济邮局邮出未准 第一项 所定负责人印章 得以负责人签名代之 第十九条 投保单位 依前条规定 如期补证投保申请书 或加保 转保申报表者 以原通知保险人之日 未申报日 于期补证者 以补证之日未申报日 本法第七条 至第九条之投保单位 依前条规定 如期补证投保申请书 或加保 转保申报表者 其所属劳工之保险 效力依第十五条 第一项之规定 于期补证者 自补证之一日生效 投保薪资调整表经 投保单位 依前条规定 如期补证者 自申报日之次月 一日生效 于期补证者 自补证之次月 一日生效 投保单位 未如期补证 劳工因此所受之损失 应由投保单位 付赔偿之责 第二十条 投保单位 有歇业 解散 撤销 废止 受破产宣告等情势 或经认定 以无营业事实 且为雇佣劳工者 保险人的 禁语注销该投保单位 投保单位 经依前向规定注销者 其缘故 用劳工 未由投保单位 依规定办理退保者 由保险人 禁语退保 其保险效力之停止 硬缴保险费 及硬加纸质纳金之计算 已是时确定日未准 未能确定者 以保险人 查定之日未准 第21条 投保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于30日内 填据投保单位 便更式向申请书 并检附有关证明文件 送交保险人 1.名称 地址 或通讯地址之变更 2.负责人之变更 3.主要营业项目之变更 投保单位 未依前向规定办理 便更手续者 保险人得 一向官机关登记之资料 禁语变更 投保单位 办理劳工保险 就业保险投保单位 或劳工退休金 提交单位资料 便更手续时 是为一并办理 本保险投保单位资料 便更手续 第22条 投保单位因合并 分割或转让而消灭时 其为轻缴之保险费 或支纳金 应由存续 新设或受让之 投保单位承受 第23条 被保险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 国民身份正统一编号 等有变更或错误时 被保险人应急通知 其所属投保单位 前向被保险人之相关 个人资料 有变更或错误之情形 投保单位应急填据 被保险人便更式向申请书 减负国民身份正正背面影本 或有关证明文件 送交保险人平板 被保险人 为依第一项规定 通知其所属 投保单位 或投保单位 为依前向规定 减负相关文件 送交保险人者 保险人 得一项官机关 登记之资料 尽于变更 第24条 符合本法第7条 第一款规定之 被保险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保险人于窒息后 通知原投保单位 转职被保险人 限期转保 一 所属投保单位 非本业隶属之职业工会 二 本业改变 而未转投 本业隶属之职业工会 第25条 本法第15条 第三项所定劳公民策 应分别记载下列事项 一 姓名 出生年月日 住职 及国民身份正统一别号 二 到职 入会 或到训职年月日 三 工作类别 四 工作时间 及薪资 津贴或报酬 五 留职停薪室游及期间 前项第4款 及第5款规定 于职业工会 渔会 船厂工会 海员总工会 不是用职 本法第15条 第三项 锁定出勤工作记录 及薪资账策 于下列投保单位 一个款规定办理 一 职业工会 渔会 船厂工会 海员总工会 以入会 退会 及投保薪资 调整申请书件代之 二 经中央主管机关一 就业服务法规 合法聘雇外国人 从事家庭看护工作 或家庭帮佣工作 聘雇许可知雇主 以聘雇许可含 劳动契约书 及薪资明细表代之 第三 节保险费 第26条 本法第17条 第一项所订阅薪资总额 依下列各款认定 一 受雇劳工 劳动基准法 第二条 第三款规定制工资 不是用劳动基准法者 为从事劳动 所获制之报酬 二 技术生 养成功 见习生 其他与技术生性 志向类之人 及见教生 生活津贴 三 职业训练机构受训者 训练所得之津贴 或给予 四 实际从事劳动之雇主 从事劳动所获制之报酬 或经营事业所得 五 自营作业者 从事劳动或技艺工作 所获制之报酬 六 参加海员总工会 或船长工会 卫会员之外雇船员 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其他有提供劳务事实并售 有报酬者 从事劳动所获制之报酬 本法第六条 第九条 第一项第一款 第二款 及第三款 参加海员总工会为会员之被保险人 其月投保薪资 不得低于其适用劳工退休 基月提缴工资 或月提缴执行业务所得 劳工保险投保薪资 就业保险投保薪资 及全民健康保险投保金额 但超过本保险投保薪资最高一级者 应以本保险最高一级为投保薪资 本法第七条 及第八条 被保险人 其月投保薪资 不得低于其适用劳工保险投保薪资 本法第九条 第一项第三款 参加传长工会 为会员之被保险人 应以本保险最高一级为投保薪资 每月收入不固定者 以最近三个月收入之平均未准 实物给予按政府公告之价格 折位现金计算 第27条 被保险人因伤病住院 或因伤病请假之期间 或其有第十三条 无法继续提供劳务情形之期间 不得调整投保薪资 前项被保险人之投保薪资 于投保薪资分级表第一等级有修正时 由保险人竞予调整 第28条 本法第十六条 第一项锁定保险费之计算 每月以30日计 投保单位 依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 为其所属被保险人办理转保者 转出单位之保险费即收支 转出前一日值 转入单位之保险费 自转入当日期记收 第29条 保险人每月按本法第六条 至第九条 投保单位申报之 被保险人投保薪资金额 分别计算硬缴之保险费 并按月善聚载 有计算说明之保险费缴款单 于4月25日前 即发会以电子资料传输方式 递送投保单位缴纳 前项计发或递送保险费缴款单之期限 于经中央主管机关一 就业服务法规 合法聘雇外国人 从事家庭看护工作 或家庭帮佣工作 聘雇许可知雇主 得由保险人于每年2月 5月8月及11月至25日前 计发或递送之 前项雇主之保险费缴纳期限 为每年2月5月8月及11月之末日 第三十条 本法第六条至第九条 之投保单位 接到保险人所记载 有计算说明之保险费缴款单后 应于缴纳期限内 向保险人指定之代收机构缴纳 并领回收聚联 作为缴纳保险费之凭证 前项缴款单 于保险人寄送之当月底 仍未收到者 投保单位应于5日内 通知保险人不发或上网下载缴款单 并于宽限期间15日内缴纳 其代位通知者 是未已于寄送之当月25日前计答 第三十一条 投保单位对于载有计算说明之保险费缴款单所载金额有意义时 应先照额缴纳后 于30日内再向保险人提出异议理由 经保险人查明错误后 于计算自月份保险费时 一并更正结算 第三十二条 投保单位或被保险人因欠缴保险费及之纳金 经保险人一本法第23条规定 暂行拒绝给付者 暂行拒绝给付期间内支保险费仍应召计 被保险人应领支保险给付 四线费缴清后再补办请领手续 第三十三条 中央政府一本法第十九条规定 应补助支保险费 由保险人按月开具保险费缴款单 于四月底前送请中央政府依规定拨付 前向中央政府应补助支保险费 经保险人查明有差额时 应于合计下次保险费时一并结算 第三十四条 投保单位应是用之职业灾害保险型业别集费率 由保险人依据劳工职业灾害保险时用行业别集费率表 并依下列规定认定或调整后以书面通知投保单位 一同一行业别式用同一职业灾害保险费率 二同一投保单位适用同一职业灾害保险费率 其营业项目包括多重型业时 适用其最主要或最具代表性事业之职业灾害保险费率 投保单位对前项型业别集费率有意义时 得于接获通知之一日起15日内 减负必要证明文件或资料向保险人申请复合 投保单位应是用之职业灾害保险型业别集费率 经确定后不得调整 但有应改业或主要营业项目变更者不在此线 第三十五条 投保单位依本法第21条第一项规定 应缴纳至纳金者 由保险人合计应加纸之金额 通知其项指定代售机构缴纳 第三十六条 本法第七条及第九条第一项第三款制投保单位 得于金融机构设立专户 并转之被保险人 以便被保险人缴纳保险费 前项投保单位 与指的被保险人或会员代表大会同意后 得一次预收三个月或六个月保险费 并撤发收据 按月会缴保险人 其预收之保险费于未会缴保险人以前 应于金融机构设立专户储存保管 所生滋吸病已运用于本保险业务为限 前二项专户 得与劳公保险专户卫同意账户 采行预收保险费之投保单位 得为主管及承办业务人原办理员工 诚实信用保证保险 预收保险费之管理 应依据投保单位之财务处理相关规定办理 第37条 本法第7条及第9条第一项第三款制备保险人 其负担部分保险费之免缴 准用劳工保险条例第18条第一项规定 前项保险费之免缴 由保险人依合发给付文件合计后 发给免缴保险费清单 于投保单位保险费总数内扣除之 第4 结保险给付 第1 款通责 第38条 投保单位应为所属被保险人 受益人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办理请领保险给付 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39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被保险人 受益人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得自行向保险人申请保险给付 1 投保单位有歇业 解散 撤销 废止 受破产宣告或其他情势 未能未被保险人 受益人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提出申请 2 符合本法第6条规定之劳工 其雇主未依本法第12条规定 办理投保手续 3 依本法第27条第二项规定 提出申请 第40条 本法第28条第二项 锁定平均月投保薪资 按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 支当月起 最近6个月之月 投保薪资合计额除以6计算 参加保险未满6个月者 按其实继投保期间 之平均月 投保薪资计算 被保险人在同一月份 有2个以上月 投保薪资时 应以最高者未准 在与其他个月份之月 投保薪资平均计算 第41条 本法第28条第4项锁定 最近年度全体 被保险人 平均月投保薪资 以保险事故发生时 保险人公告之 最近一次本保险 统计年报之平均月 投保薪资未准 但本保险统计年报 首次公告前 应以最近一次 劳工保险统计年报 公告之平均月 投保薪资未准 第42条 本法第29条第二项锁定 被保险人 发生死亡保险事故时 其受益人 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同时符合 请领本法第49条 或第50条锁定死亡 给付条件 及下列各款 其他社会保险 给付条件之一者 谨得则易请领 一 劳工保险条例 第62条 第63条 或第63条之一 锁定死亡给付 二 农民健康保险条例 第40条 锁定丧葬津津贴 三 农民职业灾害 保险事办办法 第19条 锁定丧葬津津贴 四 公教人原保险法 第27条 锁定一次死亡给付 或已处年金给付 五 军人保险条例 第13条 锁定死亡给付 六 国民年金法第39条 锁定丧葬给付 或第40条 锁定已属年金给付 第43条 被保险人 受益人 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申请保险给付 经保险人审查保险事故 非属职业伤病所致者 申请人得以书面同意 就同意事故 一劳工保险条例规定 提出申请 第44条 本法以现金 发给支保险给付 经保险人核定后 净汇入被保险人 受益人 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指定之本人 金融机构账户 并通知其投保单位 但有第39条 第一款或第三款所定 自行请领 保险给付之情事者 保险人得不通知 其投保单位 前项之金融机构账户 在国外者 手续费用由 请领保险给付之被保险人 受益人 或支出殡葬费之人负担 第45条 本法第35条 第一项所定于期部分 应加给之利息 所需费用由保险人 编列公务预算之应 第46条 被保险人 受益人 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以邮寄方式 向保险人提出 请领保险给付者 以原济邮局邮出之日期未准 第47条 一本法规定 请领各项保险给付 所检复制文件 资料 为我国政府机关 够以外制作者 应经下列单位验证 一 于国外制作 经我国住外馆出验证 其在国内 由外国住台使领馆 或授权机构制作者 应经外交部赴验 二 于大陆地区制作 经行政院设立 或指定机构 或委托之民间 团体验证 三 于香港或澳门制作 经行政院 于香港或澳门设立 或指定机构 或委托之民间 团体验证 前项文件 资料为外文者 应检附经前项 各款所列单位验证 或国内公证人 认证之中文一本 但为英文者 除保险人任有需要外 得予免付 第二 款 医疗给付 第48条 保险人 一本法第38条 第二项规定 委托全民健康 保险保险人 以下简称健保保险人 办理医疗给付时 其委托其约书 由保险人 会同健保保险人 拟定 报请中央主管 机关会同 中央卫生福利主管 机关核定 被保险人 至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 或诊所接受 诊疗时 其就医程序 就医辅导 诊疗提供方式 及其他诊疗 必要事项 除本法 及本系则 并有规定外 追用全民健康保险 有关规定办理 第49条 被保险人申请 职业伤病门诊 诊疗 或住院诊疗时 应缴交投保单位 或保险人 出具支职业伤病门 诊单 或住院申请书 并缴验下列文件 1.全民健康保险 凭证以下简称健保卡 2.国民身份证 或其他足以证明 身份之文件 但健保卡 已足以便失身分时 得免脚验 未提具符合前项规定文件者 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或诊所 应拒绝其以本保险 被保险人身份 挂号诊疗 第50条 被保险人 因故未能及时缴交职 业伤病门诊单 住院申请书 或缴验健保卡者 应检具身份证明文件 声明具有本保险 被保险人身份 办理挂号就诊 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或诊所 应先行提供诊疗 收取保险医疗费用 并撤给符合医疗法 施行细则 锁定之收据 被保险人 依前向规定 接受诊疗 于该次就医之日 起10日内 不含例假日 或出院前补诵文件者 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或诊所 应退还所收取之 保险医疗费用 第51条 因不可规则于 被保险人之事由 未能依前条规定于 就医之日起10日内 或出院前补诵文件者 被保险人 得于门诊治疗当日 或出院之日起6个月内 向保险人申请 合退医疗费用 一本法第40条 第一项规定 申请合退医疗费用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一 职业灾害自电医疗费用 合退申请书 及给付收据 二 诊断书或证明文件 三 医疗费用收据 及收费明细 第52条 全民健康保险特约医院 或诊所接 获执业伤病门诊单 或住院申请书后 应详细填明 被保险人就诊资料 并将执业伤病门诊单 或住院申请书上 连赋予被保险人病例 至少保存7年 已被查核 前向执业伤病门诊单下连 应于诊疗后 交还被保险人收职 执业伤病住院申请书下连 应于10日内境 送保险人审核 保险人对前向住院 或门诊申请 经核定不服职业伤病者 应通知见保保险人 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或诊所 投保单位 及被保险人 第3 款伤病给付 第53条 本法第42条 锁定不能工作 应由保险人 依下列事向综合判断 1 经医师诊断 被保险人所患伤病 需要知合理治疗 与复健期间 及工作能力 2 合理治疗 及复健期间内 被保险人 有无工作事实 前项第一款事项 保险人 于必要时 得为请相关专科医师 提供医理意见 据以判断 第一项第一款 工作能力之判断 不以被保险人 从事原有工作危险 第54条 依本法第42条规定 请领伤病给付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1 伤病给付申请书 及给付收据 2 伤病诊断书 前项第二款 所定伤病诊断书 得以就诊医院 诊所开具 才有伤病名称 医疗期间 即经过之证明文件代之 第55条 被保险人请领伤病给付 得以每满15日未一期 于期末之一日起请领 未满15日者 以伤病治疗 终止之一日起请领 第4 款 失能给付 第56条 依本法第43条规定 请领失能给付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1 失能给付申请书 及给付收据 2 失能诊断书 3 经医学检查者 副检查报告 及相关影像图片 保险人审和失能给付 除得一本法第47条规定 指定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或医师副检外 并的通知 出具失能诊断书之医院 或诊所减送相关检查记录 或诊疗病例 第57条 一本法第43条规定 请领失能给付者 以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或诊所诊断 为实际永久失能之当日 并未发生保险事故之日 即本法第37条 所定得请领之日 被保险人于保险 有效期间发生伤病事故 于保险效力停止后 仍符合劳工职业灾害保险 失能给付标准 规定之治疗期限 经传科医师诊断证明 未永久失能 且其失能程度 于保险效力 停止后 借买一年时之失能程度相当者 未症状固定 得一本法第27条第2项规定 请领失能给付 并以保险效力停止后 借买一年之当日未得请领之 前二项诊断 永久失能之日期不明 或显有疑义时 保险人得救病例 或相关资料查明认定 被保险人 请求发给失能诊断书者 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或诊所 应予出具 失能诊断书后5日 内境及保险人 第58条 本法第44条 第一项第一款 及第二款 锁定婚姻关系 存续一年以上 由申请之当日 往前连续推算之 第59条 本法第44条 第一项第三款 所称在学 只具有正式学籍 并就读于公立学校 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 核准立案之私立学校 或符合教育部 采认规定之国外学校 第60条 依本法第44条 第一项规定 请领加发眷属补助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一 失能年金 加发眷属补助申请书 及给付收据 二 被保险人全户户籍腾本 眷属与被保险人 非同一户籍者 应同时提出 各该户籍腾本 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 眷属未配偶时 应载有结婚日期 二 眷属未养子女时 应载有收养 及登记日期 三 子女在学 并应检付学费收据 赢本 或在学证明 并应于每年9月底前 重新检据相关证明 送保险人查核 经查核符合条件者 应继续发给至 次年8月底止 四 配偶 子女 未无谋生能力 并应检附身心诈 爱手册或证明 或受监护宣告之 证明文件 第61条 保险人于核定被保险人之师 能年金给付后 应将核定文件 资料提供主管机关运用 协助职业灾害 劳工失窃之医疗附件 社会附件 职能附件 及职业重建 等重建服务事项 保险人一本法第45条 第一项规定审 和被保险人失能程度 应将前项职能附件 纳入评估 第62条 本法第46条 第一项及第四项 所称同一部位 职与劳工保险师 能给付标准 所定师 能种类部位同意者 第63条 被保险人经保险人 依本法第48条规定 敬予退保者 其退保日期 以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院或诊所诊断 为实际永久失能之 当日为准 第五 款 死亡给付 第64条 一本法第49条 第二项第一款规定 请领已属年金者 其婚姻关系 存续一年以上之计算 由被保险人 死亡之当日 往前连续推算之 一本法第49条 第二项第二款 及第四款规定 请领已属年金者 其在学之认定 准用第59条规定 第65条 一本法第49条 第一项规定 请领丧葬津津贴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一 死亡几副申请书 及几副收据 二 死亡证明书 检察官相验尸体证明书 或死亡宣告裁定书 三 才有死亡日期之权户户籍等本 四 支出殡葬费之证明文件 但支出殡葬费之人 未当续受领已属年金 已属一次金 或已属津贴者 得以切结书代替 第66条 一本法第49条第二项 或第50条第一项规定 请领已属年金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一 死亡几副申请书 及几副收据 二 死亡证明书 检察官相验尸体证明书 或死亡宣告裁定书 三 载有死亡日期之权户户籍等本 受益人未被偶食 应载有结婚日期 受益人未养子女时 应载有收养及登记日期 受益人与死者非同一户籍者 应同时提出各该户籍等本 四 子女 孙子女在学 并应检父学费收据赢本 或在学证明 并应于每年九月底前 重新检据相关证明 送保险人查核 经查核符合条件者 应继续发给至 次年八月底纸 五 配偶 子女 孙子女 兄弟姊妹 未无谋生能力 并应检父身心诈爱手册或证明 或受监护宣告之证明文件 六 受益人未孙子女或兄弟姊妹 并应检父受被保险人抚养之 相关证明文件 第六十七条 一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 请领遗属一字经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一 死亡几副申请书 及几副收据 二 死亡证明书 检察官相验尸体证明书 或死亡宣告裁定书 三 在有死亡日期之权护护及藤本 受益人未养子女时 应在有收养及登记日期 受益人与死者非同一护及者 应同时提出各该户籍藤本 四 受益人未孙子女或兄弟姊妹者 应检父受被保险人抚养之相关证明文件 五 当去遗属于被保险人死亡时 全部不符合遗属年金 几副条件之相关证明文件 第六十八条 一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 请领遗属津贴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一 死亡几副申请书及几副收据 二 死亡证明书 检察官相验尸体证明书 或死亡宣告裁定书 三 在有死亡日期之权护护及藤本 受益人未养子女时 应在有收养及登记日期 受益人与死者非同一护及者 应同时提出各该户及藤本 四 受益人未孙子女或兄弟姊妹者 应检附受被保险人抚养之相关证明文件 第六十九条 被保险人死亡前 一本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或第三项规定 请领师能疑次金几副 经保险人核定应几副 而未发给者 其已属得成领之 前项成领师能疑次金几副之对象 请领顺序及发给方法 准用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 第五十二条第一项 第二项及第五十三条规定 第七十条 被保险人退保 于领取完全失能或严重失能年金期间死亡 其已属一本法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 选择请领已属年金几副者 自被保险人死亡之四月期 发给已属年金 前项已属一本法第五十条第二项规定 选择一次请领师能给付 扣除已领年金几副者 应按被保险人诊断失能时 其符合失能一次金给付基准 扣除已领年金给付总额后之差额发给 第七十一条 一本法第五十条第二项规定 选择一次请领师能给付 扣除已领年金给付总额之差额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一失能给付差额申请书 及给付收据 二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至第四款 锁定之文件 第七十二条 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一项锁定未能协议 为各申请人 为一保险人书面通知所载 三十日内完成协议 并提出协议证明书者 第七十三条 同意顺序 已属有二人以上 并依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 但书规定协议时 保险人对已书面通知 请领人于三十日内完成协议 并由代表请领人提出协议证明书 请领人借其未能提出者 保险人的 静一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发给已属年金 已属不得要求变更 第七十四条 同意顺序 已属有二人以上 一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 请领已属一次金 且无法共同聚领时 保险人得以户籍地址书面通知 未具名之其他档序已属 应于三十日内协议共同聚领 借其未能提出者 除年龄条件外 是为其不符合已属年金给付条件 保险人得进案已属一次金 发给请领人 已属不得要求变更 第七十五条 被保险人死亡 其未成年之受益人 无法请领已属年金 已属一次金 或已属津贴者 其所属投保单位 应急通知保险人 予以继续存储 四期能请领时发给之 第七十六条 受益人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请领死亡给付时 被保险人所属投保单位 未办理退保手续者 由保险人尽于退保 第六 款失踪给付 第七十七条 一本法第五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请领失踪给付者 应被据下列书件 一 失踪给付申请书 及给付收据 二 被保险人全户户籍藤本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 非同一户籍者 应同时提出 各该户籍藤本 三 灾难报告书或失踪人口紧急报案记录等相关事故证明 四 执行职务发生意外事故证明 失踪给付之受益人 请领顺序及发给方法 准用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 第五十二条第一项 第二项 及第五十三条第一项 第三项规定 失踪给付之受益人 未被保险人之孙子女或兄弟姊妹者 于请领时应检付受被保险人抚养之相关证明文件 第七 款 年金给付之申请及核发 第七十八条 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二项锁定申请之当月 以原济邮局邮戳 或送交保险人之日期未准 第七十九条 一本法规定请领年金给付 为于国内设有户籍者 应检附经第四十七条第一项所列单位验证之身份 或居住相关证明文件 并每年再检送保险人查核 第八十条 一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 停止发给年金给付者 于停止发给原因消灭后 请领人得重新向保险人提出申请 并有保险人 一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发给 已属年及一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发给 但有本法第五十四条 第一款锁定配偶 再婚支请刑者 不适用支 一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第三款 第四款及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停止发给年金给付者 自政府及官媒体移动资料 送保险人吃当月起 停止发给 前项锁定 停止发给原因消灭后 请领人的检据证明其停止 发给原因 消灭之文件 向保险人申请 并由保险人 一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发给 已属年基一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发给 为一前项规定检附证明文件 向保险人申请者 自政府及官媒体移动资料 送保险人吃当月起 恢复发给 第八十一条 一本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 硬检附之证明文件如下 一 宅有领取年金给付者死亡日期之户籍腾本 二 法定继承人户籍腾本 前项户籍腾本 得以户口名 不应本代之 第三 章 职业灾害预防及重建 第一 节 经费及相关协助措施 第八十二条 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第一款 所定职业灾害预防事项 其内容如下 一 职业安全卫生之教育训练 宣导及辅导 二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之推动 三 职业灾害预防技术之研发及推动 四 职业安全卫生设施之改善及推动 五 机械本质安全化制度之推动 六 其他与职业灾害预防相关之事项 第八十三条 本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所称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 只被保险人于从事经中央主管机关 指定之有害作业期间 未发现其健康有无异常 以促使投保单位采取危害控制 及相关健康管理措施 所实施之健康检查 本法第六十三条第二项所称健康追踪检查 指劳工曾从事经中央主管机关 另行指定之有害作业 其于变更工作 离职或退保后 未及早发现其与职业相关之异常 或疾病征兆 以提供其相关健康保护 及权益保障措施 所实施之健康检查 第八十四条 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一项所定复工计划 其内容如下 一 职业灾害劳工医疗之相关资讯 二 职业灾害劳工工作能力评估 三 职业灾害劳工重返职场之职务内容 所需各项能力 职场合理调整事项 及相关辅助措施 四 职业灾害劳工 重返职场之执行七成 五 其他与复工相关之事项 前项计划 经雇主 职业灾害劳工 职业医学科专科医师 及其他职能复建专业机构人员 共同协商后 由职能复建专业机构 协助雇主或职业灾害劳工 拟定之 前项劳资双方为共同参与协商 或未达成共识者 得由职业医学科专科医师 及其他职能复建专业机构人 原因参与之劳资议方意见 及专业评估结果拟定 并据已执行 第二 结 职业灾害预防 及重建财团法人 第85条 本法第71条第三款 所定售托业务 及提供服务之收入如下 一 接受各级政府机关 够工作委托之经费 二 接受民间单位业务委托 及提供服务之收入 第三 结 职业伤病通报 及职业病鉴定 第86条 中央主管机关一本法第76条 第一项规定会同职业病件定委 原时施调查时 得将调查目的 告知劳工 雇主及相关人员 第87条 职业病件定委原一本法 第76条规定时施调查时 对于调查结果 受调查事业单位 与人员有关生产技术 设备 经营财务 及个人隐私等事项 应保守秘密 其聘期戒满后 一同 第4章 负责 第88条 以领取本法各项补助或津贴 经保险人撤销或废纸 应缴孩儿未缴孩者 得由保险人自己本人或受益人 所领取之本保险给付 或其他补助 津贴扣减之 前项保险给付 或其他补助 津贴之扣减方式及金额 准用劳工职业灾害保险 为缴孩之保险给付扣减办法 第4条规定 第89条 本系则所定本保险相关书表格是 由保险人定之 投保单位 医院 诊所 领有职业执照之医师 被保险人 受益人 或支出殡葬费之人 应医事填送 请领各项保险给付支诊断书及证明书 除第56条及第57条 另有规定者外 应由医院 诊所 或领有职业执照之医师出具 第90条 本系则自中华民国111年5月1日施行 中华民国111年5月1日施行 都要用美国111年5月1日施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